黎明担任童心大使 捐出物品拍卖酬款 Leon表示自己在不同年龄 都有不同的愿望 做善事也要允许緣分 Leon的粉絲是没有年龄界限的 老中青三代都有 大家那么爱他 其中一个原因 可能就是因为他有一伙线 今天Leon更加戴了一件T恤 出来拍卖 刚刚才拿了公益荣誉奖的 Leon黎明 做善事经常这么卓力 这天他在白亡之中 抽空出席慈善活动 还在台上大讲慈善缘分论坡 其实做善事也是讲缘分 别人会找你做善事 你有愿意做就做得成 是 当然其实每次做善事过程里 都需要很多幕后精英帮忙 Leon说话什么时候 都是如此妙语连珠 心不可测 想不到他除了用缘分 来形容他和洛基尔之间的关系 这天还用缘分 来形容他做善事的心态 说回这个活动 身为童心大使的Leon 有什么愿望是想实现的呢 对于愿望来说 我想小朋友小时候 很多时候一岁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两三岁的时候 你问他愿望是什么 就是希望他想吃他自己想吃的东西 到大个儿子有机会 在香港学校的时候 他就想选择自己想上哪家学校 到社会出来工作 其实我想每个人 都会有自己一个愿望和梦想 其实梦想和愿望都是一个 脑里面一个思维的推动力 你说有几多人可以变成真的 不知 你问我愿望我希望 当然希望每个小朋友都健健康康 那会不会你自己的私人愿望 和音乐电影会成功的有关 因为你之前都很辛苦 去了纽约度拍 我整个精神我很喜欢 我喜欢那个精神 那个感觉 始终这是一个 每个歌手都会有这个祭遇的 就是怎么你会遇到一首好的歌 怎么你会红 怎么有些人唱歌不会红 怎么有些人会叫实力派 有些人会叫偶像派 当然我们的电影不是说这些东西 但是有一种精神里面 是会说一份缘分 会不会做导演 都想让人生继续做 我从来没有 我只是拍音乐性电影 我没有想做导演 我是不会的 因为我自己 由一出道的时候开始 我已经读完幕后 原因是怕自己一天 做不到演员的时候 还可以有极旁身 但我不是想做导演 而是没有人会不收钱去拍摄 只有我一个会这样做 所以我是唯一一会这样做 所以变成我去做 这是很简单的事实 Leon真是太谦虚了 他感受粉丝的爱戴 转做幕后工作 粉丝可能会不舍得 不过对惠兰、惠斯两姐妹来说 当然没问题了 畢竟都签了给Leon的公司 整天都见到她 最近有传Janice 因为身形发幅了不少 而令到一向痛恥她的Leon 都说没有眼睛 问Leon她就回应说 Janice是不是胖了 都不关她的事 刚刚在美国拍完音乐电影 回来的Leon 忙到善事之余 还忙着回应爱战Janice 报肥的报导 会不会觉得 那些人经常都焦点在 惠兰或者Jill 肥还是瘦 其实你会不会觉得 为何他们不焦点上 他们唱歌 会不会不高兴呢 没有 因为他们焦点上去唱歌 才认识到这个人 才发觉肥还是瘦 肥和瘦都是关心 没什么所谓 一个人觉得自己应该胖的时候 就自然会胖 女仔 一个人觉得自己应该胖 就自然会减 Leon说 觉得自己胖 要减的那个 会不会就是卫斯呢 其实前段有报导 说Leon在美国拍摄期间 很不满意Janice Jill 和应昌悠的表现 Leon在一个活动时 就有这样的回应了 他们不是一个专业的演员 他们是歌手 第一次拍音乐电影 那我觉得 那些记者问我 我觉得只是失闻一单 那他们有没有演技也好 做得好不好 我觉得有没有演技 因为始终最重要的是 有没有观众员 那观众喜欢看的 那这件事交给给观众 就是我跟他们 只不过一个合作 工作 我们大家都是做音乐的 喜欢唱歌的 只不过这次 我自己负责去拍他们 那所以你说有没有演技 我想这件事 其实你问我的时候 我都没想那么多 那我就 我偷偷想着 他搭着去 就这么跟着 刚刚推出新专辑的黎明 昨天以爱心大使的身份 出席了一个叫做 照耀同心路 同心许愿的慈善活动 没想到 这位出道二十多年的 大哥级的人物 竟然是从小朋友那里 找到减压的方法的 在这次照耀同心路 同心许愿的活动中 主办方可以安排黎明 和集围女心 许一下心愿 代表了对孩子们的积蓄 我们要做一种宣传活动 铃明表示自己非常愿意 参加类似这样的活动 不仅能使自己的心态 变得年轻 更重要的是 能够一举两得 这一次这个吃掉活动 本身它也是跟 一些歌手跟唱歌的宣传 结合在一起 那说真的 本身我们也是歌手 也快要拔片 我们要做一种宣传活动 第一是帮人家球款 第二是帮一些电子媒体 一起合拔的这个活动 基本上大家都是一个 用很健康的心态去做吧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对我来的蛮乐 从1985年出道之间 黎明已经在一个圈闯荡 二十多年 身处了是非之地 承受的压力不小 不过 黎明自由减压的好方法 我们成年有个工作时 有个压力 其实当你有压力的时候 你把自己心态调试 变成一个小朋友 小朋友的话 基本上就会 很多压力都会舒缓